欢迎收看这一节即时新闻现场 来看到的是这个寒流来袭 急动全台 可以看到宜兰的太平山是睽闻了三年 太平山是再次出现了银白的雪景 空拍的俯瞰画面也跟着曝光了 可以看到的民众 通通都宛如置身在冰雪的世界当中美丽又梦幻 千兰森林游乐区 神木也被白雪给覆盖了 桃园的拉拉山同样也是积雪20公分厚 寒流来袭北部的太平山拉拉山等各座的山头 通通都换上了冬季色彩 汽水纷飞矮 白雪覆盖整片山林 宜兰太平山装仿佛穿上银白雪衣 形成浪漫白茫茫的一片壮观景致 整片森林染上白头 从高空俯瞰简直置身雪国村 走进太平山一片雾蒙蒙 结冰的树枝变成一根根晶莹剔透的冰柱 如电影场景般的冰雪国渡映入眼帘 溢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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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凶狂热血沸腾 甚至不畏寒冷落上身在雪中骑脚踏车 或是躺在雪地裡摆pose狂拍美照 鐵軌被白雪剝附8號森林游樂區 還是有兩班蹦蹦車照常行駛緩慢前景 迷人雪景往下眺望 顯得別有一番風味 民眾開心 粗柔雪球 插上木枝 小雪人就要玩弓 桃園拉拉山 巨木群積雪 厚度高達20公分 山區灑滿白色糖霜 夢幻銀白雪景 讓人忍不住驚呼 真的好美 寒流來襲 民眾興奮上山追雪 走入冰雪仙境 在霧氣缭繞的山裡頭 享受彷彿置身北國的錯覺 記者林醫生 劉志甲 妙夢捷 宜蘭桃園採訪報導